來看一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的話是在這個Google的雲端一點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什麼 我們的那個Google表單 那剛剛曾經也提到就是我們比較會有需要處理到就是報名的 那事實上也要做問卷調查啦 或者是像其實我現在上課也都會用一些比如說跟同學之間互動 調查說現在上課這個範例大家覺得做得如何 那我們就可以用Google表單來做 它一個最大好處就是說它還可以做即時的統計 所以像一般我們做調查的時候最麻煩的 還要回去再重新key用紙粉的 很累的而且還不小心萬一弄錯了數據又不對了 就很麻煩那它的這個統計數據是直接就出來 那整理好之後會是一個excel的檔案 所以您在整理上就比較方便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到底這個 Google的雲端硬碟 事實上現在雲端硬碟很多 那Google雲端硬碟算是它做的比較多一點的 早期它是比較希望能夠像線上office 可是後來 所以以前它叫Google文件 那後來就改成雲端硬碟 那雲端硬碟當然就還包括儲存的功能 可是不只是只有把它當作一個簡單的什麼隨身碟 它上面呢 可以認識的格式很多 包括各位其實你平常常看到的那個什麼 PDF啊 還有office的文件啊 它上面 也就是說你不用裝office軟體 直接打開就可以看了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我不用下載下來 我這線上就直接先看過了 當然有可能 有一種情形就是如果裡面格式比較複雜的 也有可能會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目前來講大多數應該是 接近已經超過90%以上了 好所以就我們檢視上來講會比較方便 那當然還有一個情形就是如果你真的需要編輯的時候 你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的格式之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做編輯 那一個很重要的 也可以 多人共同編輯跟所謂的 回溯歷史紀錄 還有歷史版本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 一定會有的經驗 這個文件改一改 糟糕 已經存檔了 而且又關掉才發現剛改錯了 應該上個版本才是對的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來不及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個 雲南上面它的好處就是 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再找回以前的那個版本 那還有一個情形可能大家有遇過的 我們現在記性的話 我們那個郵件的附件 請問大家 知道你的附件最大能夠 做到多大嗎 夾帶的檔案 10M 你們只有10M 大部分是在10M到20M這中間 大部分 單位 你知道為什麼不要開放太大嗎 因為帶著脫貧 跑得比較慢 呵呵 真的 因為 我們當時郵件的那種通訊協定 他如果帶著太大檔案的時候 他要傳遞的時候會非常慢 因為他要說 中間要經過非常多的伺服器去傳遞 所以呢 你如果說萬一你的檔案超過10M 那怎麼給別人 我們一般現在就可以用雲端硬碟 好 你傳到上面去之後只要你共用了 當然共用我們可以去區分 去區分說到底我共用的時候 是要給所有人都看得到 還是只有只知道連結的人看得到 大部分我們都用只知道連結的人看得到 好 所以這個是大概他幾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麼我們 往後面看一下 如果說您現在申請這個Google的帳號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手機都有嘛 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 吃蘋果的 就一定是 哈哈哈哈 就一定會有那個 Google的帳號 那原則上呢 他現在的帳號 一般帳號是15G 也就是你後面是小老鼠Gmail.com的那一種的 就是15G的空間 包括了 你的郵件 你的雲端硬碟 還有一個 就是Google加的相簿 好這樣合起來總共15G 那麼 其實現在有些 單位 尤其是學校 學校的話 他 因為中小的話 他很多怎麼樣 沒有專業等等資訊的人去負責 管理 所以他們很多是把 學校的信箱的網域 就交由Google那邊帶管 交由那邊帶管 所以 網域還是學校的 可是呢 他在收信的時候事實上也是用Google的那個信箱 但是他們就有 比較多的空間 就是30G 30G 多一倍出來 好這個 這個你可以看看 阿當然啦 如果你多申請幾個意思一樣 哈哈哈哈 如果你這個空間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啦 那當然同一個會比較方便 如果你真的覺得空間不夠他當然還有那個就是你可以再買額外空間的費用 像我自己的話是買到 多100G啦 那一個月 五十一塊 五十九塊 六十一塊左右 還算便宜啦 還算便宜 總體上來講 如果說真的 萬一有需要的話 好 OK 那麼 了解他概念之外 我們呢 待會要來進行一下 先考考各位 看看 你看 你 網路上 你會不會找資料 好不好 OK 好 好